您好 欢迎收看6月1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培育孩童音乐素养 华联县政府教育处在文化局演艺厅 举办2023爱无极限 古典不古典排敌工艺音乐会 县长徐正蔚亲自到场聆听 和师生们共同来欣赏精彩的演出 县长徐正蔚表示 每年参与孩子音乐会非常的感动 谢谢企业以及从他社等单位的支持 以及爱护 也感谢校长老师以及家长们 用心投入排敌的推动 为花联培育音乐人才 新年来孩子们除了县内县外的表演 也参与全民运以及群众运的开幕演出 让大家看见花联孩子气势磅博的音乐 也看见花联的文艺艺术能量 排敌音乐推动至2015年起点燃火苗 2017年举办第一场排敌音乐饗宴 最近已经第七届了 成为花联的特色 在花联县政府以及县长许中的大力支持 让孩子们得以用排敌站在舞台上 展现自信以及自在的笑容 看见他们每一年的演出以及成长 都是一种感动 今年音乐会主题以爱无极限 用爱连结而看到温暖 是第一次采售票演出 并且在乡亲热泪支持下玩秀 这次演出为历年来人数最多 共计582位师生参与 包含排敌国中、国小学生 26所国小、8所国中、1所高中、外加合唱团1所 现在其中也特别感谢 自动行销科技股份研权公司的 和红旗老师 带领11位夸葬别生葬主持人的极光打击乐团 前来参与这场音乐饗宴 以热情的表演以及感动观众 在音乐呈现仪式上 音乐总经的赞海家不仅规划 普出欢怀的行动以及火花之外 更结合欢乐、爵士乐以及打击乐 全是不一样的古典乐风 为求演出的丰富性 也加入子体以及合唱的元素 希望排敌音乐会融会多元花海般的 绚丽以及优雅 音乐会最好安排古典乐曲 欢乐送作为结尾 近600人大合奏 展现喜业以及圆满 记得转意华收到